今年的三個座被罵得很慘 還有人說什麼籃板數什麼二點幾個很差 不是啦 你要看籃板的時候 它是卡位的 是他去拉的 上場時間等等都要考慮進去的 不要只看數字就開始罵人 哈囉 你好 我是江寧 有沒有看到我們三個今天笑得蠻開心的 自從勇士三連霸那個王曹之 我們三個沒有氣氛這麼好的錄影過了 真的啦 今天恭喜啦 對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看笑話 我們現在要討論美國隊的這個訴求 那這也是屬於看笑話的一種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那國際賽是一場精神史比較刺激嘛 對不對 希望美國隊加油 那這次是第幾名 第四名算有名嘛 那其實沒有獎盃嘛 好不好 那訴求之後這個目前聯盟第一人 號稱最會組團的男人 又要組團 根據記者的爆料 他說明年他想要參加 同時他還聯絡了非常多人 那其中包括什麼 我們AD啦 Curry啦 Cady啦 Green啦 嘴綠啦 等等等 我終於見識到組團的能力了 真的強 真的強 那這些人也都表示有意願 另外包括什麼Booker啦 什麼Karen Irving等等 眾多球星都認為 不行這個醜 我明年一定要爆 直接下有標題 復仇者聯盟來了 那LeBron James應該就是浩克 那Curry應該就是鷹眼啦 大概是這樣子啦 然後大家就各自解讀啦 那KD有可能是鋼鐵人喔 那麼玻璃還鋼鐵人 沒有啦 那個還沒組裝起來的鋼鐵人 好好好 開玩笑 認真認真認真 那這裡我要先回答 觀眾朋友的問題 請問你認為 明年會有機會看到 死神KD 然後勇士隊的人氣王Curry 再加上目前聯盟第一人 TheBron James的夢幻組合嗎 1 2 3 欸那個不會 不會的先講 來你認為誰不會來 其實有前居之見啦 因為19年就是 他們也是在世界被輸球 然後大家都說 2020要打嗎 結果好像只有KD去而已 所以我覺得 對 應該是要大家一起去復仇嗎 但結果會不會真的全部去打呢 我覺得 可能還有變數啊 比如說可能明年賽季 誰要受傷 誰可能要 趁自己NBA的生涯 最後一五要拿個什麼總冠軍的 要拼啊要拼啊什麼的 那他可能就為了備戰 新賽季就不打了 那我也不是要完全否定 他們組的可能性 就是提出一些可能 對 關鍵支持組團 來來來來 換這個Jerry Bryant 我覺得美國他們是一個民族性很強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為了這個榮耀去爭取 那其實他們在看他們生涯的榮耀的時候 奧運金牌其實也是他們很在乎的一個榮耀的一個收集 建立在沒有受傷的前提之下 我覺得他們有機會再去組這一次 然後再去打最後一個榮耀 以他們的民族性來講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好 那這邊我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講到這個有可能是最後一五 這三個都有年紀啦 LBLOM其實不用提了 快40了 然後KD跟KD應該都35左右 所以邏輯上明年奧運 應該有可能會是他們生涯的最後一次奧運 那我個人認為都會的原因是 KD如果明年拿下奧運 他應該是美國籃壇上第一個四斤的球員 如果我沒記錯 那天瓜過去是三斤 那LBLOM君子如果你想要這個去競爭天下第一人 明年要好好把握他是一個機會 他會讓你的整個職業生涯更完美 那KD的部分我的想法比較私心 今年總教練是誰 Steve Kerr 帶兵帶成章 被很多球迷罵 責不責任 調度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我個人認為總教練如果還是Steve Kerr 我覺得KD一定會去幫總教練的罵 因為KD的個性雙魚座跟本人一樣 非常的細心跟體貼 提外話 所以我個人明年應該是有機會 那咱們就看下去 好 第二個問題 今年美國隊被很多球迷認為心度不足 我們Josh化都打美國隊 請問一下你認為 如果要組所謂的復仇者聯盟 除了這個 LeBron James KD跟KD有沒有不提 藝人提三個名單出來 你認為哪些球員一定要挑 不挑一定會輸 有沒有這種名單 KC先來 我覺得光有Curry KD跟LeBron就未必會輸了 對不對 好啦我先提幾個重要的人選 第一個Anthony Davis 我覺得他不會打 他應該會受傷 沒有啦你講你講你講 我們來數一數NBA最強的幾個內線好了 Nicola Jokic Joan B Riggobert Towns Aton KP Cappella Flatunis 這些人 他們唯一的共通點就是什麼 他們都不是美國人 現在美國本土比較弱的正式內線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或者不只一個內線的神獸嘛 去鎮守住我們的進去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然後我第二個希望的是 Jason Tatum 就是他應該會是未來 我這個折的意思是我現在只是在思考明年運球不知道怎麼樣 運球那個時間Round 兩個都一樣 差不多兩個都不好來來來來 好啦就是我覺得美國隊還是還蠻重視得分手這樣的 就是Tatum應該是整個聯盟僅次於KD的側翼得分手 應該是吧 應該是 對 所以我覺得Tatum應該也無可避免要再P一次那個國家隊的戰袍 然後第三個應該是Devon Booker也是得分手啦 我覺得美國隊多找幾個得分手 把進攻掩蓋防守就好 就是引用博特的說法天下武功微快不破啦 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 來換這個Jerry Bryant 他到底總拿幾個 他搶了A.D.A. 高級三軍的Jason Tatton 再來就是Tatum的Booker 好那接下來換這個Jerry Bryant來 我覺得啦 NBA雖然說他們每一個球星獨立看起來都很強 但是他們在國際賽的時候 其實國際賽需要考量的是團隊合作 因為他的規則啊 還有體制下面他需要一個team 而不是每一個都是像打明星賽那樣的方式去挑選球員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需要的就是Banard Bio 美國隊他們每一年在奧運可以拿冠軍 其實他們不是靠半場進攻 他們都是靠防守 然後在打轉換攻擊拳隨旋 去打出一些很好的效果 包含其實2012年的時候 他們的中鋒是Titon Chandler 但是其實後來其實大部分都是Kevin Love 其實他們就是打一個小球的陣容 所以我覺得Banard Bio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小球5號的時候 比起A.D.我覺得他還更適合打國際賽啊 因為A.D.本來就比較慢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 那再來已經有一些很超強的球星了 像KD啊 LeBron James 這些都是得分能力 也組織能力很強的球 所以我覺得還是需要其他的潤滑的球星 那個我們的四關掌 Jimmy Butler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重要的選擇 因為他其實不會是一直想要拿得分 他反而是一個很會去融入整個團隊 所以他如果去加入這個先發5人的話 他應該是可以幫助整個team的輪轉跟運作 Jimmy Butler去好了 LeBron James他們不防守直接罵 因為你的防守還可以直接罵對不對 不然像柯講的 我們這兩場比賽輸的都是因為我們的防守 好 Jimmy Butler在場上你不看 好來來 繼續 好那如果講到防守的話 就直接再補一個人 就直接再補J.Mon Green就好了 所以剛好防守都很好 有防守又有潤滑 所以其實幫助這些球隊 不用再選太多太強的得分手 其實得分手他們已經夠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球員 是他們比較需要去選擇的球員 我這邊補充一下 今年的三個J被罵得很慘 還有人說什麼籃板數 什麼2點幾個很差 不是啦 你要看籃板的時候 他是卡位的 是他去拉的 上場時間等等都要考慮進去的 不要只看數字就開始罵人 就好像以前胡人隊那個 威少 Danny Green 正負值 然後三分球頭幾中0 就開始罵 然後完全不看比賽內容的 我覺得這對三個J不公平 那國際賽 剛才我提到Yokic 9萬畢 他有可能代表法國怎樣 我們不曉得 國際賽有很多禁區 包括這個課也講 其實各國的禁區 其實目前是我們無法抵抗的 那你的禁區就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三個J一定要 那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你到底要用8BPorties 或者是大Low 公路隊那一個 我覺得禁區補一補啦 因為當你的封線有 Lebron Jones KD 後場有Curry的話 得分夠了 你封線一到四到位夠了 那這邊我再補充一個人選 我不會選Smart 我會選佳智哥 因為他得分比較穩定 我覺得你還是稍微要防守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要很誠實的講 不用搞這麼複雜 勇士那三個核心 直接拉過去就好了 過去Green加上Curry K-Town 第一個KD就被稱為宇宙勇了 那這支球隊如果 Lebron Jones 那他要玩什麼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進去補一補這樣就好 而且剛才提到 克是勇士的總教練 那今年被打成這樣子 勇士的這些對不對 徒弟幫忙副手 我覺得是OK的 那嘴率不一定要先發 沒關係啊 可是他光跟K-Town 或Curry的搭配 就會搞死人了 另外剛才講到Bin-A-Bio 其實Bin-A-Bio 他高位吹音的能力也非常好 插播一個新聞 就是K-Town 他有可能會代表巴哈 那會不會不曉得 那我是希望他代表 美國去復仇者聯盟 這樣我們會比較熱鬧 畢竟你們的總教練 經驗輸得蠻難看的 希望他加油了好不好 希望他加油 好 那第二個部分就比較正經了 剛才我提到 明年有可能會是 Lebron Jones Kurry跟KD 生涯奧運的部分的最後一五 那這三名球員 都是ESPN前二十 甚至前十 甚至前三的球員 那奧運是四年打一次 換句話說 下一屆 2028年的奧運 你們認為美國隊的人才部分 會不會出現 嚴重斷層 因為你要知道 目前的年度前三隊 其實很多都是國際球員 有些人他認為說 今年我們美國隊很多球員沒打 Yokic也沒打 不是只有你們美國隊很多球星沒打 人家很多國家隊也不是最強的陣容 所以我要講的是 當這三名最好的球員他們退休之後 你們認為美國隊會不會出現嚴重斷層 1 2 3 我真的覺得會 因為像LeBron Jones跟Kerry還有KD這種球員 是20年30年才會出現一次的 好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我要請教你們的是 你們認為 未來聯盟在國際賽的部分 誰有機會接棒 我剛剛突襲了 突襲 我只問你 我只問這個JerryBron 好 你有沒有覺得我這樣突然看的時候 很像宇文的 FRA 拜拜 拜拜 拜拜